最後一場比賽 最後一場比賽 就拿下了 Karen配下來 Olander底線 跟著Zoran 收球之後在外線出手 真的蠻不講理的 面對精準的3-2區 最後是Karen Manner在只能45度 嚇滑 當然各隊針對他的防守 也有做加強 Zoran在這一場做了一些不好的狀況 很容易往底線切 在網坡的確給對方 帶來不少壓力 不過今天塞了在籃底下 防守的威脅度 好像是不是對樸圓 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威脅 真的是第二節先生 其實賽前我們有聊到 其實樸圓在 Olander在 5點的高位 再交給李奇葳一個Wide Open 哇 真的是李奇葳今天的第二顆三分球 他投進了自己都還要2號去 由陳靖華來做控球 試圖改變整個球場上的陣容 是否會有所節奏的改變 但是 等在外圍的砰砰成冠拳 不僅挺久的手感真的是冰凍到了極點 第三節的最後一波進攻機會 進攻時間的大表差不了多少 不到一秒 我們都繞出來 面對Zoran晃進去 再奔出去 台人在左邊的底線外線出手 哇 這是一個完美的設計戰術 對 下去啊 不如讓板在一些比較少上榜場球員 來個全場壓迫式的防守 企圖在改變團隊的氛圍 因為這場球賽就目前的節奏來講 金球要贏好像是已經不太可能了 李錫瑋現在外線也投開了 再來一顆發生失誤 而且這個浦園的三線 早就埋伏在那邊等你掉進來 李錫瑋 現在 現在最頭痛也是最主要的一個工作 球隊一旦沒有辦法活潑 整個球場其實比賽是非常難打 簡好外線也進了 這次今天啊 這個命中力之高啊 那籃板也有15個 就表示說籃下他還是有一定的威力啊 西湖的切入 陳思傑加入了 好 好 好